而且这些东西呢 我为什么要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呢 就是说理论和实践要统一起 你不能是空谈理论 谈哲学 是为了把事物的本质 把它抽象出来来高度认识 但是你必须要回到实践当中 去指导实践 它才有实际意义 否则你就变成一个学术讨论会了 你就不是一个 医学它是一个实践医学 它不是一个纯理论的东西 到最后又变得玄学了 这可惜了 所以的话 那么实际上为什么第三讲要讲癌症呢 因为癌症是现在全世界最硬的一条红头 中医啃不动它 西医也啃不动它 我们自然医学来啃它 如果我们自然医学能够解决了癌症问题 这个理论就不用你说 中西医它都会结束 因为我说不定可以把你这个讯息啊 跟就是我们台湾的自然医学研究所 就是跟他们就是联系一下 也可以先到学校去做一个演讲 可以啊 可以啊 对啊 再跟所长讲一下 可以啊 对 在嘉义 对 所以南部的话也可以在嘉义地区 他们也可以帮得上忙的 对啊 都可以 对 如果你要颁演讲 那边 你这样的事 你看这个 这个 这个江女士啊 她整理了一些材料 对 因为你去跟人谈人力说 哎 她有没有什么东西给我看一下 你可以从她这拿着东西给我看一下